今天我們來做一個花椒啤酒咸豬手 材料很簡單 一包這種醃好的德國咸豬手 一罐啤酒自個喜歡的味道就可以 還有一些配料 一大勺老抽 冰糖 另外還有一些草果 橡葉和花椒 豬手洗乾淨以後我們給它過個水 煮滾了以後五六分鐘就可以了 炒好水以後我們就開始燉 這是一個洋蔥給它墊底 一來提味二來防粘 這是咱們全部的燉料 冰糖 還有老抽 因為它本身很鹹 所以不用再加鹽和醬油了 直接把啤酒倒進去就好了 如果你不願意用啤酒用清水可以 味道就差一點兒 湯滾了以後轉小火 燉一個半小時 中間給它攪動幾次 一個半小時以後咱們這原蹄就燉好了 滿屋飄香 咱們先給它盛出來 讓它粒粒汁 等不燙手了 咱們就可以把這肉給它剔下來 這個肉挺容易剔的 差不多快要脫骨了 剩下這大骨頭啃起來非常的香 隨便切一下就可以裝盤了 撒點香菜 再來一勺這個燉汁 來一塊肉 可以看到它非常緊緻 外面的表皮又很軟 這道菜不論是配飯還是煮一碗麵都特別搭 做起來超簡單 材料也是隨手可得 喜歡的朋友可以試一下